今天呢我们教你怎么用黑针来免费的生成自己的Laura 而且你要注意是高精度的Laura 那我们先来看效果啊 这个呢是我训练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生成的这个人物呢 一致性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会发现 基本上都是同一个人物 那我们可以改变他的妆容 你看一下他的发型 整体的一个状态 而且呢我们可以做成这种类似于视频形式的啊 有一些动作在里边 那我们放一下他看一下 那这个效果呢应该说是非常棒的啊 其实这种纯形拟合的最终的形态来讲 我觉得除了Header之外 那黑针做的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你注意我现在给你演示的所有的功能都是免费的 那下边我们就来看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来生成你自己需要的一个虚拟人这样一个角色 当然我们说虚拟人其实有点大啊 本身还是说他是一个Laura 那距离虚拟人呢可能还差一步啊 那下边呢我们看具体的做法 那我们第一步呢就要生成这个训练数据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我们先打开我们的CONFUID核心呢我们就会用到PUID 你可以采用SDXL的PUID或者是Flux的PUID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用Flux的PUID 顺便呢我们复习一下他怎么去用啊 那我们首先创建一个Flux的基础工作流 那这里边的话呢其实我们主要调的有宽和高这个我们尽量的是一个竖屏的啊 那所以说呢我这儿是一个Portrait的比例那就是768乘1024 然后呢你要注意是这个模型的选择 模型选择对于整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这儿暂时先选择原生的Flux代物模型 那然后呢我们来增加一个采样器 在增加采样器之前呢我们需要用到PUID的部分 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会用到Apply PUID 注意是Flux版的 那就这个东西 那下面呢我们需要将这个model呢给它重新连上啊 那首先是我们的Flux的model 然后PUID这个东西啊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它加载进来的 这样我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啊 啊EvaClip 然后是Ainside Face 图片那我们需要上传一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是这张图 这个图片呢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啊 同样呢我们需要把脸呢先给它切出来 所以说呢我们会用到Auto PropFace 然后呢我们需要将这个ScaleFactor呢给它调大一点 要不然这个脸切的太少我们给它弄到4 然后这就是这个面膜模型 Tension Mask目前我们是不需要的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权重呢我们先可以给到1啊 先不用去改它 那我们先来看效果 那下边呢就是一个K Sample 这个很简单 把该脸的呢都给它连上 然后呢是提示词 提示词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还是采用一个旅游自拍的提示词啊 那这个提示词我们用过很多次了 这我就不解释了啊 那为了看到这个脸呢 我现在把它Preview一下 把这改一下 25步采样 1.0 这个呢我们先用这个Flux和Simple啊 先来 但看一下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然后你可以多生成紧张来看一下 大概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背景的部分啊 其实展示呢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模型加入进来啊 比方有人认为我们这可能要换成 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的Pixel Wave 但是你注意啊 Pixel Wave是不能加Laura的啊 你用PUID那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再看这是Pixel Wave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你会发现出来的就没有原始的那个模型出来的要好啊 当然你还可以尝试其他的模型 那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模型就是这个AutoMix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啊 那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模型 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AutoMix的一个效果 那你就看你更喜欢哪一个啊 那个人觉得呢大家可以选原生的 是我们这个AutoMix的Flux都是可以的 要选那个Pixel Wave的 那个对于Laura以及PYD的支持呢都不是特别好 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的效果 当然呢你可以适当的将这个权重呢给它降一点啊 比方我们降到0.5 然后呢我们可以试一下 大家注意当你这个权重架下之后呢 我们这个Flux模型的一些塑胶质感呢可能就出来了 在0.5的时候 就是它的这个一致性的还是有保证的 比方说呢你可以试一下0.75 那无非就是一个调参的过程 大家看一下啊 那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人物的状态呢 你可以判断你这个参数到底用的是多少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理论的知识 或者作为支撑 比方说我们在测那个Pix Wave的时候就用过啊 它和那个小红书的Laura去组合的时候呢 效果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呢在这儿我就没有再去过多的去测那个模型 因为呢它如果对Laura支持不好 也就是它的微调能力 或者说整个模型的泛化能力是比较差的 所以说当大家发现 我去用这个Flux PID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你要不要用Laura这个呢 就得我们自己看实际情况啊 比方我们试一下啊 这儿呢我们来增加Laura 这个我同样用小红书的第二版 但是因为我讲的这些节点在我之前的视频里边都有详细的介绍啊 以及下载地址啊 大家要是不清楚的话呢 就自己去看一下 选重呢 我们给它0.8 这个采样器的话呢 你要么靠近主模型 要么靠近Laura 这个都行啊 我们先靠近主模型来看一下 因为如果要是Laura的话呢 这儿它采用的应该是DIS和这个Beta 对吧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家Laura的一个效果啊 这个时候呢 人物可能变得更漂亮一点 但是这个整个形态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 然后呢 如果我们靠近这个Laura的设置就是30部采样 然后呢 这儿我们会用DIS 然后呢 这儿我们会用这个Beta 所以说呢 你最好都测试一下 再看一下啊 这是这个人物状态 那这个人物状态的话呢 我们现在可以发现 加入这个Laura之后呢 背景啊 人物这个都要清楚了啊 那剩下的呢 其实就是看这个一致性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张 我们再来生成一张 再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人物是不是一致的啊 我们从肉眼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不太好的话呢 你可以去调 当然我说一下调的规则 你先设一 一看效果 一的话呢 会对背景影响比较大 因为PYD用了之后呢 背景可能是白的 大家看看 这是一的状态啊 一肯定一致性是最强的啊 然后我们再来生成几张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啊 很明显在一的时候呢 背景呢 其实有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然后你要觉得一不满意 刚才0.5我们试了吗 二分法 一不行 你看0.5 0.5很明显 你觉得一致性不够强 然后在一和0.5之间 我们再取一半啊 就是我们会采用这种类似于二分法的一种规则来调出一个觉得比较合适的 一致性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 这是0.75 那比方说我们觉得0.75是不错的啊 你可以多生成几张 看一下背景啊 人物的一致性状态啊 是不是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都还是不错的 你下面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啊 那就是不断的去生成啊 那生成多少张呢 我习惯是生成可能32张或者最起码是20张以上啊 才会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啊 生成的方式呢 就是点点点他每次增加几个啊 比方32张 然后下边你开始生成就可以了 那我们点排队 另外你要注意啊 这个种子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选成increment 也就是说种子如果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话呢 中间的这个一致性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啊 如果你随机生成呢 如果种子差别比较大 其实有的时候呢 这个人物的变化也会比较大 那如果它是一个序列增长的话呢 其实对这个构图是有影响的啊 种子差别不大 构图呢会相对相似啊 人物的一致性 可能也会得到一些保证 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一些经验 没有理论上的支持 我只这样建议 那现在呢 我们整个的32张图片呢 都生成完了 那脸上我之前生成的测试的两张 一共是34张 那下边呢 我们就需要简单的过一下这几张图片 你看哪个明显的有问题 或者不合理 或者不喜欢可以把它删掉 那我并不建议大家呢 去点开大图 你就直接这样看就行 就是明显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啊 比方说我觉得这个构图就不合适 我们可以删掉它 比方面不太小的 这个也可以去掉啊 或者看上去明显不像的 像这个 对吧 这个身子明显的大 是吧 这个角度的应该尽量的要有啊 那我们最少保留多少张啊 最少保留20张以上啊 在黑阵里边呢 你可以用任意多的图片来生成比较好的 这个lora的效果 但是呢 如果是高精度的这种呢 应该是20张以上啊 大概就这么多吧 现在呢 我们大概是有29张 对吧 我们认为不错的这个效果 下边呢 我们就进到黑阵里边 然后呢 你先登陆上去啊 登陆上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头像这个部分 然后这儿有视频头像和这个photo avatar 就是图片头像 我们还是选这个图片头像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创建图片头像 您注意啊 这个都是免费的啊 不需要去交钱 当然它会有什么呀 就是一些限制 对吧 然后我们上传就可以 然后选这个图片 这29张全部选中啊 然后打开 那确认没有问题 或者他会检测啊 你这个是不是合理 然后呢 我们点upload 大家注意啊 你看到这个转圈这个部分啊 它就是在检测这个图片 是不是合格 如果图片比较模糊 人像不清楚 或者其他的问题 那这个就会有差出现 那就照片不可用 然后一旦可用呢 就会出现绿色的底儿 白色的堆钩啊 这样一个图标 然后一旦所有的检测通过呢 我们就可以训练我们自己的老二了 下边我们等一下 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图片都已经检测通过了啊 这个一般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生成的嘛 对吧 不是拍的 拍的呢 可能会因为尺量原因呢 检测通过不了啊 然后点continue 这时候呢 你需要给他起个名字啊 比方说 my digital go 然后年龄呢 你可以选一下啊 比方说是年轻的 还是什么年龄段的啊 一般呢 我们就选这个 然后性别选一下 然后这个区域呢 一般我们选东方人啊 就是日本 韩国和中国啊 这个区域 然后呢 我们点continue 这时候呢 我们会进到一个新的界面 标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字人的名称 然后下边呢 他同样会经过一个验证的过程啊 叫validating photo 然后每一个验证通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啊 开始训练 那这个验证呢 其实是在判断你上传的这个啊 是不是可以用来训练我们这个model 呃 这儿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你注意 如果呢 你要上传图片 你最少应该上传十张 如果你希望有非常高的这种精度的表现 效果的话呢 我们需要传20张 或者更多的 现在呢 我们通过了一张 你注意这个精度查 就往前走了一个 那等所有的都通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训练这个模型了 下面呢 我们就等他处理完所有的图片就可以了 大家看啊 我们所有的这个图片已经处理完了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有几个处理失败的图片啊 这儿呢 我们就顺便说一下 他的这个机制 大家注意啊 在这儿有一张图片 他的这个名字呢 跟我们起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验证的标准文件 然后呢 我们会验证啊 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图片是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呢 还有一些非法 暴力啊 色情的这样的一些验证 那比方说我们就看到一些验证结果 比方这一张啊 说error 然后这个验证失败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政策不允许 不允许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漏肚琴啊 那另外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呢 同样也是啊 就是可能这个不符合政策 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错误 说这个是因为这个图片 这个人啊 和我们这个组里边这个人啊 它是不一致的 就是说不是同一个人 不能用来训练laura 所以说大家就清楚啊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呢 我们上传了29张图片啊 剩下的呢 都已经全部通过了 下面呢 我们点一下trim model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这个训练这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其实也是一个laura模型 那我们不太清楚 它用的底模是什么啊 是SD的 还是SDXL的 还是flux的 但是肯定是他自己微调的一个模型 因为呢 它和他整个的平台的技术链呢 需要搭起来啊 需要做纯线拟合呀 需要做我们的虚拟人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就等一下就行 大概呢 会用到三分钟啊 我们这个模型呢 就训练好了 下边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模型呢 来生成我们对应的这个图片了 它这呢 说的很清楚啊 那你可以在这写你的提示词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用这个Avatar 也就是头像这个单词来替代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角色 不管它叫什么啊 你在描述它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Avatar 这呢 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描述 看一下啊 下边呢 我们来设计一个形象 那我们设计了一个女孩 穿着一个校服啊 然后呢 你可以设定环境 我们简单写一个就行啊 就穿着校服的一个女孩呢 她现在是在教室里边 下边呢 就是她的这个比例啊 你可以是宽屏的 也可以是竖屏的 也可以是方形的啊 看你的需要 比方说呢 我们先来生成一个触屏的 我们选择Potrait 然后点击生成 那大家看一下 现在那个已经生成了啊 生成的这个会有一个明显的标识 叫AiPhotos 然后点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这儿呢 有一个失败的啊 这个失败的还是说 生成的这个人物呢 和我们需要的这个人物 是同一个人啊 那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生成的质量 还是非常高的 对吧 那下边呢 我们可以生成一个宽屏的 现在呢 我们这个图片也生成了啊 三张里边同样呢 有两张是成功的 一张是失败的 那我们同样看生成的这个效果 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非常的漂亮啊 一致性的也很强 这是树板的 好 那边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还可以干嘛 就生成一些动作啊 这个是别的网站不具备的功能 那下面我们尝试一下 比方说我们给这个来生成一个动作啊 我们直接点 add motion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生成这个动作的一个任务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啊 它这儿写的是generating motion look 就是它会生成一个虚拟人的一些基本的动作啊 尤其是它在口播的时候的一些动作 那同样的我们给这个也加一个 运动的一个状态 包括纯形的这个符合程度啊 其实都是很高的 当然这个真正的跟你在黑镇上生成的那个视频还是有差距的 你注意啊 这个人物的渲染 其实有点那个LCM模型的风格啊 就是有点太重了 相对来讲是比较假的啊 但是总体的效果还是质量很高的啊 所以说这样的视频呢 我们生成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个呢是横屏的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同样来听一下 大家注意这个神态是不是也挺好的啊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英文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非常实用的 尤其是对我们做文生视频 图生视频 或者视频到视频的时候呢 需要一些素材 其实呢 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非常快的去生成 那它的核心呢 还是能够让我们在线上 生成一个高质量的Laura 然后呢 我们来生成我们需要的图片 如果你不希望用自己的电脑 去训练Laura的话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希望呢 对大家有些帮助 好 关注我 作为一个独爱的人 感觉 来一下 你 玩